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 和茂密繁盛的植被 无数的恐龙在这里自由地繁衍生息 逐渐形成了繁荣热闹的恐龙世界 但是 一位神秘的博士潜入了恐龙世界 他的目的是 所有的恐龙都是属于粉宝宝的 所以你们这次的任务是 马上前往恐龙世界 守护所有恐龙 太棒了 潮兴特工守护恐龙 出发 复制龙大呼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朋友 你没事吧 贴上本宝宝的贴纸 咱们就是朋友啦 跟本宝宝宝会研究所好不好呀 好痛 快住手 笨笨 还不赶紧把它抓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发生什么事啦 不发生什么事啦 猪猪侠 我不是让你们好好收拾这里的吗 你们就是这么收拾的吗 猪猪侠 阿妩 有紧急情况 就在刚才 快快把是将一只小复制龙掳走了 明白 小龙胞 赶紧出发啦 可恶 都回来再收拾你们 欧猪 猪猪 BGM 中文字幕——YK 坏坏博士到底去哪儿了 阿妩 这个花圈好漂亮啊 给你的 这只富之龙为什么会攻击我们呢 它应该就是那只小富之龙的妈妈 可能以为是我们抓走了小富之龙 富之龙妈妈 请听我们解释 小龙包 小龙包 你怎么样啊 小龙包 别勉强 我们休息一下 富之龙妈妈 你误会了 不是我们抓走小富之龙的 我们是来救他的 是小富之龙的声音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破坏博士都已经抓到小富之龙了 为什么还不回研究所呀 你懂什么 小富之龙的求救声可以把大富之龙吸引过来 这样我们就能一帮打劲了 果然是个陷队 幸好我们没上当 但是该怎么救出他呢 不行的 你受了伤这样太危险了 也许小飞能帮我们想到好办法 小飞 我们想要救回小富之龙 但是小龙包的腿受伤了 该怎么办呢 请稍等 我先调查一下 扫描结束 经过分析 你们可以利用富之龙妈妈的声音 来帮助你们引开会会博士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我们不能让富之龙妈妈你冒这个险 我说的是声音 小龙包的耳机有录风功能的 只要将富之龙妈妈的声音录下来 就可以模拟富之龙妈妈的声音了 啊 这真是太棒了 每一种声音都有着三大主要特点 它们分别是 响度 音调和音色 响度是指声音的大小强弱 音调是指月间的高低 而音色指的是声音的特色 人们就是根据它们来区分不同声音的 而小龙包的耳机 可以将这些信息全部记录下来 从而不放出一模一样的声音 啊 我明白了 录音机和录音笔也是这样工作的 没错 远程协助到此结束 你们加油吧 那么 就让我们来试试小龙包录下的声音吧 果然和富之龙妈妈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啊 我们赶紧出发去救小富之龙吧 哇 富之龙要过来了 笨笨 做好准备 是 破坏博士 怎么只听到声音 却看不到富之龙啊 难道是发现了这些陷阱 所以不敢过来 可恶 那本宝宝就去亲自抓住你 笨笨 别让他跑了 糟糕 我们上当了 富之龙妈妈 你们自由了 可恶 我就知道又是你们 别想放走本宝宝的富之龙 富之龙妈妈 你们先走 我来挡住他们 哼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快走啊 富之龙妈妈 你们给我站住 幻幻博士 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富之龙他们的 别走路 差点忘了 还有这只霸王龙 小龙包 原来霸王龙受伤了 笨笨 变机器人形态 快抓住霸王龙 遵命 坏坏博士 小龙包 快跑 小龙包 快跑 糟糟糟糕 可恶 猪猪猪 赶来这只霸王龙要属于本宝宝咯 小龙包 上吧 笨笨 不许靠近小龙包 凭你 是拦不住我的 这声音是 这 恭喜花坏博士 这么多只富之龙自己送上门 闭 闭嘴 是小富之龙和他的妈妈 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 可恶 本宝宝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下次我们也会阻止你的 有只小猪 感觉好酷 每天会遇到的陷阻 将近乘出 没有难度 多懂闹 多毒抱 多看鸡叶树 听着胸 带着风 踏着步 爱冒险就不怕 不怕就 不会输 勇敢的小猪 要有点粗 但还是很酷 小鸡叶树 给脑里加速 加速 勇敢的小猪 有小放属 不骄傲和满足 这是我独特的天赋 超游戏 给脑里加速 炑梯的小手 下集到 转发 勇敢的小猪 På 这 都 都 大人 O 都 大人 做 风 上 都 大人 转发 勇敢的小猪 有点粗 成功 这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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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